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有李靖 高李泽 都是前中国国家队队员 现在分别做了教练 7比1 8比1 0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刚才画面上给到的是中国香港队的教练梁祝恩 梁祝恩原来也是非常优秀的选手 也是从广东队去了中国香港打球 梁祝恩应该说从体力上比其他几个老将要稍微轻松一些 在亚平一看就知道林少恒还是在水平上跟小梵有一定的差距 对 整体水平和实力还是有差距的 其实这种有差距的比赛更给这个水平低的相对弱的选手提供了一个搏杀的平台 这样发现重要的比赛 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练兵 是的 是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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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球